不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寒流出现 回游乌鱼出现的特别慢 彰化线西渔民到马祖东营守候捕捞乌鱼 等了足足十天 终于是捕获了两千尾的乌鱼 每一尾又大又肥美 运回温仔鱼港 立即行老韬墙头墙购 渔船收网 一只只肥美的乌鱼被捕捞上来 整艘船有上千尾 捕捞入港的乌鱼直接送到温仔鱼港 摊贩现场宰杀 取出金黄肥嫩的乌鱼籽 乌鱼镖还有乌鱼壳 一开卖立刻吸引老韬抢购 渔民说以往乌鱼壳一尾大约两斤 这回捕捞到的每一尾都有三到四斤 连乌鱼籽都特别的肥美 每片重一点五斤 是往年的三到四倍 每年回游乌鱼都在冬至前后十天出现 但是因为今年暖冬 寒流迟迟没来 再加上农历又有润月 回游的乌鱼出现的特别慢 渔民等了足足十天 终于等到一大群 捕捞到两千尾的乌鱼 替自己赚进百万的年终奖金 记者林一峰专华报道